甘肃张县 212国道上突然修起的几公里围墙 是做什么用的呢 这种说法百姓认可吗 墙内墙外两重天 村民认为是遮羞墙 政府如何看待 人民网本周关注 甘肃张县村荣整治还是政府遮羞 甘肃张县曾因2006年举办明星演唱会 强行摊派门票事件 在全国一夜走风 而这个国家极贫困县 这一次又出现在镜头当中 是因为眼前这一毒毒整齐的墙面 这是记者11月29日 途经甘肃张县 异虎桥乡东桥村时拍摄到的画面 与破旧的农房相比 新修的墙面显得格外耀眼 墙是使咱们自己掏墙建的吗 村民们并不确切这些墙是哪一级政府修建的 为此记者来到了甘肃张县县委宣传部 一位名叫党圣荣的副部长说 自己也不清楚 不过这些墙没有通过建立 这么大的工程量 难道真的和党部长说的一样 信力不知情吗 这是记者在多次说明来意之后 财经县委宣传部同意采访到的 张县义虎桥乡 乡长龚志强 显然县里知道 212国道张县段在修建围墙 那么修建围墙的目的是什么呢 主要的目的就是连着现在咱们的这个新农村建设 改变咱们的人群环境 从容从毛终和政治的这种一个活动 村农村贸整治 新农村建设 乡长的这个说法听起来比较合理 那么村民们也是这么认为的吗 就这个墙干什么呢 啊 说咱俩干什么 不平地位 不平地 啊 相不平地 咱们修墙 啊 修墙 还有没有其他的 修墙 啊 还有没有其他的 修墙 再没修墙 再没修墙 啊 没啥作用 就是外面好 整齐学校来是好一点 哎呀 房子不好 国家的大力都多 这部队和桥处啊 看不见了 啊 村民的答案 似乎和乡长的说法有很大的出入 而张县宣传部副部长 党胜荣告诉记者 这些墙 不仅一虎桥乡在修 其他地方也在修 记者驱车继续前行来到了张县的另一个乡镇 打草摊乡 果真如党部长所说 这里也已经修好了许多围墙 哦 这是前一个月 前一个月 他这个就 他时候修的这个 十月份啊 十月份修 哦 记者按照行车的公里数进行了计算 已经修建成的墙面大概有四公里 高度在两米左右 所用材料是质量较好的红砖和瓦片 这些墙的造价大概值多少钱呢 哦 这个墙头的哪有的 这些墙头的 一块钱 一块钱 哎呀 一算是 是 米瓦这个平方是 五百几十 墙长说 这些墙一米或者一平方的造价就得五百多元 从镜头中可以看到 一个普通墙面至少有两米高 四米长 我们按照一平方造价五百元来算 一堵墙就得几千元 而是